有三五六四 小英文報告 十幾位藍軍立委 穿戰袍排排陣 手持標語呼籲蔡英文總統 立願報告 總統是尊重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立法院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國民黨提案 蔡英文立願報告 但協商破局 就算順利提案通過 在國會擁有過半席次的綠軍 也會擋下 其實項莊五件一直在配宮 國民黨其實就是找這個理由 希望能夠阻撓 這個不但黨產條例的通過 對總統有一個印象 是不是你是美國的一個兒皇帝 那麼為什麼這麼美國 給你那麼多的一個壓力 你到現在連主權都不敢 這麼樣大方的說出來 所有的國人更清楚知道 總統一個立場 總統立願報告史無前例 但立願早有配套 蔡總統如果來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她將坐在主席位子 左手邊的空位 但依照慣例 只能報告不能被詢 蔡英文如果來立願國情報告 主席左邊預留空位 就是總統坐的位子 但我國憲法並未有總統 直接向立法院負責的規定 因此立委不能質詢總統 蔡英文報告位置 不是被詢台 而是發言台 邀總統國情報告 與法有據 輔方以尊重立願定調 但國民黨提案 孤掌難明 畢竟立願比人頭 想創首例 元首立願報告 還得先過民進黨這一關 記者 陳旭 李嘉遠 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 全身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